掌柜说西游记 第25回 熊皮怪的秘密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的汉语拼全拼 看掌柜独家评论 熊皮怪 咱们上一回讲到了吴承恩对他的特殊描写 其实不止我写的这些 我讲的这些 大家去看书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 这些特殊的地方 其实只有你第二次阅读西游记的时候 你才能看出来 因为它和后边的套路其实不一样 西游记 孙悟空 降妖捉怪是有套路的 多数就是从师父被抓开始 然后问土地爷 再玩后和妖怪打 打不过找帮手 最后救出师父 妖怪被主人带走 这是有套路的 但是这第一个故事 其实和以后的套路不一致 手法特殊 吴承恩给你讲的故事 其实咱们说熊皮怪的故事 熊 吴承恩是要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以前都分析过了 是吧 西游记中的妖怪 是吧 危害人间 其实都是有后台的 到下一回 三大白骨精和黄袍怪 这是一个系列的故事 吴承恩给你讲的就更直白了 没有后台 你会是怎样一种结果 有后台 你危害人间 又是一种什么结果 你看观音禅院里这帮土匪 他们危害人间 五百件袈裟就是铁证啊 他的后台是谁呢 好像是熊皮怪 因为最后发现 金池长老能活二百多岁 是吧 这是熊皮怪 传授法术的结果 而且金池长老啊 可能有把宝物献给熊皮怪的传统 这就是咱们上一次写的 那个奇怪当中的一贯 你看书中写 熊皮怪拿走了袈裟 我们以为是偷 但是其实不是 熊皮怪开法医会的时候 是吧 还请熊 这个金池长老去参加 这意思就是我要的东西 金池长老最终都会给我的 我今天拿走 只不过就是省了事而已 而且后来你看 孙悟空化妆成金池长老 去索取袈裟的时候 你看书中的描写 其实熊皮怪听完熊悟空的话以后 听完孙悟空化妆的金池长老的话以后 立刻就怀疑孙悟空 跟着小妖一报告 说发现送信的小妖被打死了 熊皮怪立刻就明白 这个金池长老是假的 所以这就是熊皮怪和金池长老 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看到一些文章分析 说这还不是根 是吧 因为熊皮怪也是有上级的 熊皮怪的上级就是观音菩萨 其实你看书 把有关观音菩萨和熊皮怪有关的内容 你都挑出来 你真的就能看出这个意思 我给你说说 猴子不是两站熊皮怪不下 是吧 突然在第四天 第一天他们就是住进观音禅院那一天 是吧 那天夜里就发生火灾了 第二天是一站熊皮怪 第三天是二站熊皮怪 这是第四天的早上 一觉醒来 孙悟空突然醒悟了 竟然很奇怪的就和唐僧说 这件事要找观音去问个名 这件事我们现在咱们现在大家都不信宗教 所以你不明白 其实很多明朝人肯定已经看出问题了 那就是这是观音禅院 是观音菩萨在人间的办事处 那些僧人为恶 菩萨为什么不管呢 妖怪在你的办事处周围横行 菩萨也不问 猴子是突然明白过了 熊皮怪的法术是哪来的 书中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熊皮怪其实是给金池长老讲经 那熊皮怪的佛学造诣咱们看不低啊 他给一个二百多岁的和尚讲经啊 猴子是突然明白了观音熊皮怪和观音禅寺之间的隶属关系 实际上是观音管熊皮怪 熊皮怪建立的观音禅寺 观音禅院 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敬意 但是腰总是有 所以这个观音禅院才会充满了邪恶 猴子不是要去质问观音 猴子不敢 猴子是要去报告 告诉观音去检举熊皮怪 但是猴子见到观音还没说话 就发现观音菩萨确实法力无边 因为什么呢 因为观音菩萨已经知道这件事 并且给这件事定性了 这是猴子招惹的是非 你要是不去和僧人攀比 怎么会有后来的事情 猴子很委屈 但是猴子既然明白了这件事中间的曲折 所以猴子怎么样 猴子居然没有分辨 以猴子的脾气禀向 这举动太意外了 猴子居然忍了 没有分辨 而是恳求菩萨 我实在是站不过熊皮怪 可拿不回家杀 师父会念紧箍咒 菩萨你救救我 你在以前 什么时候听孙悟空讲过 我打不过谁谁谁 而且还是一个人间的妖怪 可是这回孙悟空居然服软了 菩萨当然明白 这是孙悟空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心里肯定是暗骂 这个该死的毕马温 是吧 可是菩萨还是借着台阶就下了 菩萨跟着孙悟空来到了黑风山 又出事了 是吧 他们正遇到另一个熊皮怪的好友 就是那个道士 是吧 那是一个狼怪 孙悟空没等菩萨发话 上去就把那狼怪打死了 你看 观音是什么态度 观音生气 责怪孙悟空 说他又没拿你的袈裟 你打死他干什么呢 很明显 这也是观音保护的 猴子的本性 现在终于发作了 这个时候 猴子居然跟观音说 说我有个办法 你得按照我说的做 要不然 你回你的南海 我去我的花果山 让唐僧就待在这儿了 撂挑子不管了 这个话很有现实意义 这就是说 观音菩萨 你回南海 是吧 你继续去画九段线 孙悟空我呢 我去保卫钓鱼岛 唐僧呢 那就继续让他走他的一带一路 菩萨很生气 但是仔细一想 搞不好啊 这猴子他 他真会撂挑子 南海钓鱼岛 那都是虚晃一枪 还是一带一路 这才是根本 于是观音竟然忍了 听了猴子的 所以你要看懂猴子一开始的愤怒 后来的谦卑 再到最后的恼怒 这件事其实 吴承恩给你想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最后 最后就是按照猴子出的主意 猴子钻进了怪物的肚子里 按理说猴子完全可以让金箍棒 张张张 是吧 那妖怪就完了 可是猴子没有 猴子是怎么样呢 猴子是选择从妖怪的鼻孔里钻出来 这是一个最脏的解决办法 是吧 这是因为猴子知道 观音菩萨的真实想法 这个猜测后来得到了观音菩萨行为的确认 猴子出来以后就用金箍棒装着说要说要打死妖怪 怎么样呢 被观音制止了 猴子要是想打死妖怪 不用出来 就可以弄死妖怪 猴子的本性这是耍呢 是吧 猴子是演给观音看 似乎我们没看出 似乎好像猴子是说我没看出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观音最后把熊皮怪带回家 这件事那有什么可意外的吗 听完这个故事 你再想想吴承恩做过七年的下级官吏 限令 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在人间横行鱼肉百姓的那些官员是怎么回事 所以所谓吴承恩讲的这个故事是有所指 这不是空穴来风 反而这是吴承恩朝你眨眉眼 你觉得就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但是显然这个故事啊 如果你知道整部西游记的一个主线 你还能看出这个故事的第二重含义 西游记的主线是什么呀 就是般若波罗米多心经 唐僧的西天取经 就是对这部心经的注视 金池长老奋斗一生 甚至不惜给妖怪做徒弟 唯恶人间 但是最终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是一场空 熊皮怪 熊皮怪奋斗一生 最后被菩萨带走 人间的一切也是一场空 甚至这一集里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场面 可能大家要是 要是不是在找这个主线 就把这个内容错过了 孙悟空啊 看见菩萨变成被他打死的那个狼怪 是吧 孙悟空就说 也不知道是妖怪变成了菩萨 还是菩萨变成了妖怪 这句话本身呢 结合当时的场景 其实孙悟空已经看出来菩萨和妖怪之间 他们有瓜葛 是吧 但是菩萨 但是孙悟空这就是 这就是叫什么 甩铁子呢 菩萨怎么说呢 菩萨跟孙悟空说 说悟空 菩萨和妖怪都是虚妖 都是表象 我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一念之差 这句话落到心经上 其实还是五蕴皆空 我给大家讲 西游记 其实不是调侃 是很认真的在给大家讲这部心经 这一集其实 其实大家有时候读不懂 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 我们现在的人 咱们读过心经的人很少 但是在明朝 心经啊 是被列入高考范围的 所以 所以明朝读懂西游记的人 比今天多 那个时候 文人是必须会被心经的 有两个最基本的认识 其实需要你懂一点佛学 是吧 我遇到以后 是吧 以后再给大家讲 当然我们也很关注 对于丢尸加杀这件事 是吧 师父和徒弟 有什么不同的对待 是吧 二十岁和你六十岁 对同一件事 会有什么不同态度 你看西游记中 猴子是很着急 但是忙活半天 也没有找对办法 一直到最后 才明白问题的关键 你看是不是这样 是吧 这就是年轻人 他们不在乎犯错 也经常犯错 但是就是这句话 年轻人犯错不算毛病 因为 你就去碰吧 是吧 碰到说 说说头破血流 没有关系 总有碰对的一天 长不长记性 那就在你了 但是年轻人不怕错 就怕懒惰 师父呢 师父从一开始就特别坚定 就认准了一条 这个事儿 找孙悟空 你搞丢的 你就给我找回来 你要找不回来 我就要你的好看 但是师父也 也其实心里头也很着急 是吧 也有没底的时候 有一个情节 每次看到这个情节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特别好笑 也就是 就是这里写啊 就是 第四天的时候 就是这一天啊 就是师父 师父齐猛了 于是到孙悟空床前 跟孙悟空说 说悟空 天亮了 快去寻袈沙吧 这句话 我从小听到大 现在 我也天天说 儿子 天亮了 快起吧 把单词背一遍吧 真的 苏悟空们 你们的人生目标 其实都是老爸们的 他们这样要求你 但是 我告诉你 你们在完成这些目标的时候 所积累的人生经验 那全是你们自己的 这就是一个六十岁的人和一个二十岁的人 他们之间的目标和经历 悟空天亮了 快去寻袈沙吧 我相信 我相信 吴承恩也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 也是说着这句话老去的 有一天 你们也会说同样的话 真的 这没什么奇怪的 讲到这里呢 其实唐僧经历的 这一场 磨难 是旅途中的第十一难 就是失去袈沙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 咱们现在回顾一下 是吧 这是第十一难 那此前的十难都是谁呢 第十难 就是观音禅寺遭遇动火 第九难 是是鹰仇剑 那马被小白龙吃 第八难呢 就是两界山遇到强盗 第七难 是双岔岭玉虎 就是碰到碰到猎户那一回 后来那个猎户不是带着唐僧 去去找到的孙悟空吗 那这是第七难 第六难 是那两个徒弟让妖怪吃 第五难 也是遇到老虎 剩下的四难 其实是取经以前 唐僧的人生经历 第一难就是 就是金蝉子被贬到人间 这是这是这个故事的开始 这是第一难 第二难就是 一出生就几乎被杀 第三难就是顺水漂流 第四难就是千里寻亲报仇 到此西游记 唐僧是遇到了第十一难 离九九八十一难 还有七十难 我们刚 我们的故事 其实这才刚刚开始 是吧 好戏还在后头 下一回 一个西游记中的重要人物 就要登场了 他就是猪八戒 猪八戒 其实是取经团队中 被大家误解最多的人 尤其是咱们现在的人 我敢说 你听完我下一集给你讲的猪八戒 你会觉得两个字 颠覆 原来猪八戒是这个意思 确实 一个明朝人眼中的猪八戒 肯定的说和我们不同 这中间 这中间差一段当时人人皆知的历史知识 而我们今天误会猪八戒 就是因为有一段历史 我们不知道 好了 下一回我们颠覆 猪八戒 我开始爱上这个喜马拉雅 给我取的这套书的名字 颠覆版西游记 既然这么取了名字 那我们就开始颠覆他吧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和掌柜的独家评论 微信公众号就是掌柜说历史的汉语拼音 全拼 没有 掌柜的独家评论 词 的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